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 集集一个题目就是我们要带给人家快乐 那我知道地址人他的工作 很多时候就是要帮助别人 好像上一期里说 去帮一些催修的人士 让他建立一个快乐的人生 快乐的催修的生活 但是我有时会想 我听过很多朋友 他帮人是很厉害的 但是自己的家庭就找到一团猪 经常在家里吵吵架架 大家都很不开心的 那好了 今天我就要谈你自己了 那你家庭又怎么样的 基本上家庭是很开心的 但是也是有些违汉 违汉 做得不好的地方 对了 就是我在1991年到1995年 这四年时间做理发局 帮议员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忙 很早的起床去开会 晚上很晚才回家 基本上很少的机会 跟我的女儿接触 女儿当时大概是十岁 六到十岁 这个是跟我们称情的王庆时间 这个时候爸爸妈妈 应该多跟他接触 沟通时间 对了 拥抱 亲情的关系 但是太忙了 没有时间处理得好 所以到今天 我跟他关系还有一点距离 妈妈跟他谈的比较多 我有谈 但是没有怎么亲切的 都是留系 留系这个王庆时间 到现在还是有个感觉 所以以后我绝对不参与政治当语言之后 我会留第二个孩子 他小孩的时候 我经常保护他 跟他玩 现在小孩跟他关系 知道以前做得不好 对了 所以第二个叫做好一点 对了 对不对 补充一下 其实你也讲得对 因为我经常讲投资 我也告诉人家 家庭也是你投资的地方 我们经常说 我们要令我们的资产政治 其实家庭也是我们的资产来的 对啊 所以我们要投资我们的时间 不一定是金钱 时间是必须要的 所以我经常都说 家庭是要经营的 对 是要投资的 那好了 你是一个专业的学工 那我想知道 其实当我们说 经营一个家庭的时候 有什么方法经营得很好呢 我做一个爸爸怎么说 第一点最重要的时间 因为你什么办法 计考 什么技术 什么 没有时间 发挥不来的 关系用时间就介绍了 我们亲这个孩子的关系 也是需要时间 但是这个是商人最大的问题 商人太忙了 有时间就好好处理这个 跟孩子的关系 这个底点 第二点就是 沟通的关系 沟通的情况 因为中国人 香港人 爸爸妈妈都是有权位的 都是一个 我是大人 高高在上 高高在上 我要击飞你这样 我要叫你什么 都是 我们去控制他 指导他 但是这个关系 有时候我们跟小孩沟通 爸爸妈妈经常这样 哎呀烦了 不跟你谈 有时候我们谈的时候 平常 平等的谈 有些时候 我们小孩要他帮助 好像我在电脑上面 我经常说 小孩小孩 我的电脑不动了 来帮帮忙 爸爸的真美 没有用了 什么什么 我们这关系也很好 这个过程很好 他感觉到小孩的孩子 愿意跟你沟通 如果经常高高在上 他不跟你沟通 你不能跟他沟通 关系不能接纳起来 所以时间 沟通的方法 两个做都好了 没有问题 你也讲得对 因为当我们讲 趁情的时间 就真的要做的 不是讲的 对呀对呀 不做的时间 就要头去下去 对呀对呀 你再讲 不做是没有用的 对 第二就是 我也很同意你的讲法 我们不要 世上觉得 我是高高在上的 我是你爸爸嘛 你应该听我讲的 那就有问题了 其实你也不要怕 如果你遇见什么困难 就好像我们上期 也谈到金融海啸 对呀 很多爸爸都失业了 对呀 没有工作了 对呀 没办法赚钱了 那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带胆 跟你的家人分享 嗯 我也听过一个朋友跟我说 他是做一个专业的会计的 嗯 有一些他的商业不好 不是事业 商业不好 嗯 但怎么办呢 他就跟他的女儿分享 嗯 他的女儿听完之后 就跑进去把他的钱商拿过来 把以前处杀来的钱打破了 就拿给爸爸大概两八块钱 哈哈哈 其实两八块钱 帮怎么玩呢 没什么作用 但是心 有个心 但是他很开心 对呀 原来如果自己有困难 跟家人分享 家人是很喜欢跟你分担你的压力的 嗯 我也试过啊 几年前我不做电视工作了 就去放假 嗯 我的女儿以为我破产了 哈哈哈 如果我破产怎么去放假呢 哈哈哈 他就跟我说 爸爸你如果没有钱 你没问题 我可以出去找工作 我帮你 我去这个加飞 加飞店 一个连锁的加飞店工作 对对对 因为他很喜欢加飞 哈哈哈 他知道每小时 是多少钱 对 那我听下去 我都很感动 嗯 就算我知道 其实讲 嗯 当真的要他做 他不做 对对对 但是我很开心 对对对 他去跟我真是一家人嘛 对 这个你说的就是 爸爸妈妈跟小孩 沟通分享很重要的 比如说那些年轻人 他你击费他 控制他不行的 嗯 比如说 晚上不能怎么玩 回来 早上早点回来 你骂他 他更晚才回来 嗯 但是你跟他说 哎呀小孩小孩啊 你怎么回来 爸爸妈妈很担心啊 怕你有什么风险啊 他感觉 哦爸爸妈妈关心我 哎呀 不要他困难啊 难受 早点回来吧 嗯 这个接受程度比较大一点 嗯 所以呢 沟通的方法是我们要检讨一下 不能经常找到这些 分享好像你刚才说的 故事 嗯 分享力量更大 比教度比教分 力量影响更大的 那好 教孩子就是这样 嗯 那你跟你太太有怎么办 嗯 关心我们非常好 我还是要 心里面要 谢谢他 嗯 嗯 因为我最忙的时候 他打理整个家庭 嗯 他负担了 他有些人多 爸爸的工作 他也分担了 嗯 在外面比较忙一点 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们参与政治 政治的时候 参与过程 有很多 我们说 批评啊 什么不好听的说话 比如说 有人批评 你这个老公啊 你的老公做得不好啊 没有什么事情不好啊 很多批评的 他有接受这个批评 对 但是 经济上的批评 其实批评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也要 分享 这个压力 所以 他不是一个政治人 但是他有接受政治压力 所以 他给我的支持啊 给我的帮助很大 所以还是要 所以人家说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一个 一定有一个成功的老婆 有成功的老婆 有成功的老婆 我不知道是不是成功的男人 哈哈哈哈哈哈 最后上问 上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 作为一个基督徒 你觉得 你觉得这个孙养 在你的家庭里面 是发言 一个什么 佳心呢 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 孙养 我们有共同的 共同的 欣赏 共同的 家节观 有些事情 看法不同 但是 站在基督徒的立场 我们的孙养的立场 可能我们就看的事情比较近一点 还有我们经常每个礼拜去教会 这些很好的家人活动 我们就聚在一起在教堂里面 唱诗歌之后 以后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就是没有时间去一起 但是我们每个礼拜去教会 已经很好的机会聚在一起 所以虽然对我们巩固我们的关系 我们怎么看事情 我们分歧的时候 在虽然的立场里面 可能帮助我们 就算有什么不对的时间 当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 我们也可以放杀自己 对不对 那好 再次感谢这个地址员 再次上集里面 他将这个快乐的锦囊 送给我们 再次感谢他 我们就谈到这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